大家好,我是阿清 昨天来山里的时候 发现了一颗非常高大的茅桃 被这些砍竹子的人 不小心给压垮了 他现在也活不了了 昨天没有带到工具 我就没有把它挖走 今天阿清就带了工具 准备把它挖回去煲汤 昨天就是在这里砍竹子 有一些老乡 然后不小心的话 就把这里有一颗 这个茅桃给压垮了 你看都压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茅桃的确很大 大家看一下 你们认不认识这种茅桃 它还会结这个果子的 这个茅桃树真的是很大 能够长这么大的茅桃树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 所以昨天我在这里扒开来 看了一下 它的根也是非常大的 反正它已经活不了了 我今天就带了工具 准备把它挖回去 刚才把这个土盘开来 发现主要的根就是这一根 它的根会长得非常非常长 你看现在它的根已经走过这里来了 刚刚搞裂了一点 马上就闻到它的奶香味了 它这个小的根也是非常长 不小心把它拔断了 这根也不错 它这个根走向也是千奇百怪的 你看它从这里闹 又长到上面去了 只能把它从这里截断了 没有办法了 非常香了 现在先把它的主根给截下来 哇 它里面还有个 有个虫子哦 你看有个好大的虫子 哎呀 太恶心了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点小根 你看这根主要的根 就把它挖下来了 非常的香 现在总共 这个地方 就挖了这么多啊 这个根量还是挺多的 这里煲几次鸡汤都可以了 好了 我们要回去了 到时候看我怎么用它来煲鸡汤 我昨天呢 搞了一大兜 那今天用它煲汤啊 只需要这么一点就可以了 为了它呀 我家的土鸡都搭了一条命进去 先把这个毛头羹洗一下 这个毛头羹 泥巴比较多啊 要多洗几遍 现在就已经洗干净了 洗干净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毛头羹呢 因为比较小啊 我们先打个结 这样就可以 大的呢 就攒一下 拍一点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煲汤习惯要先放点盐 因为我觉得煲出来的汤才有盐味 不然的话后面放盐 这个肉就没有盐味了 那么这个茅桃煲土鸡就是这么简单 只需要茅桃,两片姜,放点盐和鸡汤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这个炉子上去炖它一个多小时 OK,等待美味出锅 现在已经煲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觉得已经熟了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尝一下味道 哇塞,太香了 看一下,搓一下这个肉 这个肉已经熟了 喝一下这个汤 哇,真的非常鲜美啊 这个汤 盐味也非常够 嗯,熟了 好了,我们要吃饭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茅桃煲汤真的是非常香 这个煲出来的鸡汤非常的美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